非常高兴可以这种远端视讯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那现在是台北时间的凌晨三点零七 那我其实是今天晚上要去桃园机场搭飞机要到纽约 所以很感谢大家帮我调时差这样子 我就撑着今天早上不要睡 大概到美国就可以预先调好一点的时差 anyway那我刚才其实全程有听了前面两个分享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对于GTV的这种 就是先承认自己是没有人 然后没有人是万能的 然后就会认识越来越多没有人的这种精神的展现 那我自己的演讲其实通常都没有一定要讲什么 所以我要讲的其实真的是也要靠各位当没有人来决定 就是大家如果手上有手机或其他可以连网路而装置的话 那麻烦就连到现在荧幕上面秀的这个 slido.com 然后slido.com它是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一个特点是说你可以匿名的问我任何问题 那所以在大家还在想是要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先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但是在任何时候你到slido这个网站之后 都可以进入609 那就会进入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为什么是匿名的是因为 匿名的问题通常是比较礼貌性的 那礼貌性的我觉得就是连续两个小时 大概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只能问礼貌性的问题 所以匿名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问一些比较challenging 或者是比较比较frank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看到别人问的你也想问 那你就按赞就可以了 那按赞比较多的就会辅到比较上面去 好那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空间结构 但是当然随时任何时候 如果大家想要就是举手或者不举手发问的话 那就麻烦就是现场的主持人来做一下协调这样子 好那以上是slido的部分 那在我们大家还在想问题的时候 我就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我说什么 可以好 OK好 OK好 那我现在是在行政院嘛 是在服务业 就是公共服务员的一个工作 那是叫做政务委员 已经做了大概一年半 那在这一年半来 我们在行政院里面做了一个新的unit 它叫做行政院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那petus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小型的类似policy lab 或一个digital service的这样一个单位 那我们大概二十几个full time 然后每年会招三十几个intern 所以就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个类似startup这样子一个单位 那我们自己在行政院里面是有一个办公室 那现在已经有三个办公室了 那大概做的事情就是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价值 那我先很抽象的讲 然后待会会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就是 我们观察到说 在现在就是台湾是有完整的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跟各种自由嘛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自由 再加上social media的发展 就会变成是说民间各自跟各自之间都觉得距离很近 但是就觉得政府好像相对之下距离变得很远 那这样的其实状况 其实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在发生 这个叫democratic recession 就是民主退潮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每四年投一次票 或者是说每两三年才能够发表一次意见 其实已经是非常outdated 就是说就是觉得公共事务应该要更多的 能够加入决策的一种管道 那这个其实就像交朋友一样 如果你每个礼拜都跟你的朋友有一些很直接的exchange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会觉得跟他这个人距离很近 但是如果他每三四个月才用官样文章回你一封 你也不知道觉得看不看得懂的东西的话 那这样当然就会觉得说跟这个人距离很远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互信就比较难以做到 所以我们在行政里面做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告诉公务员说 It's okay to trust people 然后让他们在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都可以运用一些公民科技 然后来减少fear and certainty and doubt 就是让大家比较不会害怕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一方面我们让大家更愿意参与公共事务 那二方面就是让公务人员在这个作业流程里面就觉得更轻松 好那以上是很抽象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到一个motivating的一个example 举例来讲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这样子一个线上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它叫做join.gov.tw 那join这个平台的一个特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提案 那提案呢只要凑到5000人 那政府就必须要给一个交代 就必须要在两个月之内给一个说明 那就在去年大概刚好一年前 去年五月就有一个叫卓志远的人 在上面提了一个提案 那这个严格来讲 它其实不是一个案子 它就是一个sentiment 它就是一个感受 就是说它说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是用Mac的用户 然后我们去年五月的时候 刚好Oracle这家公司 把就是我们报税软体用的那个技术 就是叫Java Applet 把它给就是不推荐使用了 所以就变成是说 不管你是用Mac还是Linux 还是用平板 要报税大概要花 黄国昌老师好像有算过 要花接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够报到税 那报税本来心情就不太好了 那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来做设定 当然心情就更差 所以这个时候卓志远就在 这个公共政策参与平台上面 提了一个案子 它就叫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它的内文是充满了负能量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引述了 但是总之是充满了负能量的一个提案 那底下留言就刷一片留言 那我高达八成都是在那边 就是觉得政府的距离很远 觉得骂了也不会改 觉得几十年都不改 真的是奇迹 而且还有一些人身攻击的 总之只有大概不到两成 是弱弱的在那边说 可是我用Windows爆水还可以 但是没有人理他们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一个提案 那anyway 但是好在我们在行政院里面 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制度 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participation officer 那PO这个制度 是我们来了之后 就是大概一年半前才出现的 那是到赖清德院长上任之后 才正式核定变成一个要点 那这个要点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各部会 都有一些人专门跟立法委员联络 他们叫国会联络人 有些人专门跟主流媒体联络 叫做新闻联络人 可是呢在这个新的时代 就是任何人只要提出 爆水原体难用到爆炸 他不需要靠主流媒体 他不需要靠立委 他自己就可以揪到几千人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突然间冒出来的 厉害关系人 在各部会本来是没有任何组织 去直接跟他们联络的 所以呢就会变成好像 没有办法直接对话的感觉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让所有三十几个部会 都有一个team 那这个team就是专门跑出来跟这种 就是临时冒出来的厉害关系人去对话 所以我们财政部当时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杨金亨专委 那他是在省政部里面包含三级机关都有 目前都有设开放政府联络人 所以呢他自己就马上半夜 好像不到四十八小时 就在这个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的群组里面 提出来说这个案子必须要处理 必须要直接去对话 所以他就直接到这个联署平台上面去回应 然后就说感谢大家 就是提供这么多批评指教 那所有骂得最凶的朋友 我们都会邀到台北来 那在财政资讯中心 开一个直播的工作坊 然后我们一起来设计 接下来的报数委员体 看怎么样可以变更好 那这个有一个讲法 就是会朝的朋友不是有糖吃啊 是邀进厨房里面 做糖大家一起吃 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邀请 一发出来 就very magically 就是突然之间风向就转变了 从隔天开始就高达八成的朋友 都在给非常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 那只有不到两成的还在弱弱的说 这个财政部长下台 或者是官帽什么样 但是就没有人理他们 也就是说只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邀请的动作 忽然之间负能量就转换成正能量 但是当然就是你邀请了 就是还是要做到一个完全的透明 那这个透明就是体现在说不但提案人跟连署人我们邀来 甚至我们讨论的过程也都是直接公开在live stream 就是在直播上 那任何人都可以在线上去贡献他们的意见 所以我们做的方式就是我们用一个叫做service design 就是服务设计的方式去具体把报税软件从头到尾 大家所有骂的部分都把它贴起来 那这个是非常就是直接的参与 就如果他在网路上留言是写自报多 那我们就贴自报多 那他如果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就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总之就是说我们绝对不会sensor 不会和谐掉大家的留言 那我们就是逐步的去盘点所有这个报税的过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我们做服务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互信 那希望说大家每个touch point碰到这个服务的时候心情会越来越好 可以有一位朋友留言给我们一个指教 就是说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心情越来越好 可能是不太容易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尽量缩短这个历程 就是get it over with 就是大家赶快报完税 那心情就可以好一点 就是设立了这样一个目标 那所以我们当时就是 事实上是每两个礼拜五一直到今天 我们就是一直办这种collaborative workshop 那这样子的工作坊的结果收到了一些共识之后 我们再隔一个礼拜的礼拜一 我就会拿去给院长跟所有其他的政务委员 然后就说大家真的觉得说 bush软体可以用怎么怎么样的方式做改造 那院长觉得怎么样 那院长通常就是会说 这个是某个部会的事情 或他会做一些交办事项 那像在这个例子里面 他就要求财政部去对我们收集到的每一个vertical 就是每一个不同环节都再开了一场工作坊 所以我们最后开了大概五场工作坊 那在每一场里面都是把骂最凶的朋友们找过来 那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他骂最凶通常是他最专业 好比像说一开始的那个提案人 他就是专业的体验设计师 那也有很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也有很专业的服务设计师 也有很专业的咨询工程师等等 那所以把这些专业的人邀进来的时候 财政部就发现说 真的我们没有这些专业 这些大家骂得那么凶的原因 真的是因为他们懂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经过四场共同协作之后 那我们今年的报线软体 在Mac跟Linux跟平板上 就从左边就是很丑的样子 变成右边真的是比较漂亮的样子 那大家都觉得说 不像政府做出来的东西这样 那所以就是说 对因为这真的不是政府做出来的 这就是大家一起co-design出来的 一起设计出来的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point在这里面 就是一个radical trust 就是知道说大家吵最凶 但是邀进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愿意来做贡献 那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到现在三十几次 那各不会对于就是五千人的联署 大家以前想的都是在马路上啊 要拉败布条啦 明天就要上新闻啊 他们说发炉啦之类 但现在他们脑里的感觉就完全转变 你就变成是说你只要邀来 大概就可以收到一些既能够省事 又能够降低风险 又能够有一些credit的这样一些写作的结果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陪伴各个部会去面对所有大家关心的议题 然后去用开放的方式来找到共同的价值 那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会从本来看起来好像你一定要做一些tray off 一定要做一些选择 好像是政府是一个仲裁者 因为没有直接去跟两边沟通 那反过来变成是说我们就是提供一个空间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去问大家共同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透过这些空间的价值去找到一些对大家都好好解决方法 那透过这样的一种比较facilitative 就是比较引导式的这样一种模式 那我们就变成是说不是个别个别的去跟各个不同的利益关系方商谈 而是说让大家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彼此认识 然后就达到一些都可以做的事情 好以上是大概15分钟之内的自我介绍 我们这个看一下有没有人问问题好不好 因为如果都没有的话 太好了 这个因为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就要提早结束了 不过事实上这个也从来没有真的提早结束过 OK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完全crowd source了 就是大家的问题就会决定我讲的内容 那如果在过程之中有任何地方就是想要追问的话 那都很欢迎直接用slido来追问或者是举手或者不举手的方式来进行讨论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有13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想请问对于台湾最近要散布假新闻来修法 如何拿捏言论自由跟减少错误资讯两者之间的平衡 那首先就是这一整件事情在行政院目前是徐国勇政委 兼发言人来负责 那但是我跟他在一年之前对于这个题目就有很详细的讨论 那我们当时的一些想法其实是有放在一个叫做rumor.pedis.tw 这样子一个网址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打开一下 那因为字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只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所谓的五圈一叉 这个字还够大吗 大家还看得到吗 好可以 那anyway 所以就是有一个五圈一叉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公部门运用问答集来方便事实的查证 那这个是我们花很多时间 在过去一年以来 每一个部会都具体的把他们看到的每一些disinformation 然后跟及时的澄清 都汇集在行政院的两个网站上 各部会的是放在一个叫我的义政府 就是yweb.gov.tw 那行政院的是放在行政院自己的官网上面 那这两个都是使用率最多的政府网站之一之二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至少在各个媒体 尤其是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 因为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说 这有点像心灵的流行性感冒 就是你看到了 然后就会好像感冒忍不住要咳嗽一样 就是忍不住要转传 那转传之后 可能你就稍微停下来想一想 觉得好像不太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时候 虽然你自己的感冒好了 但是就已经传出去了 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公共卫生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有没有可能让这个vector 它在被进一步放大之前 就有一些抗体 那一方面当然是各部会能够积极的 及时的用结构化的方法去澄清 那澄清的过程呢 有一个API 那这个API就可以让在民间 去做fact checking 去做事实查核的这些团队去运用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是好比像说广播或电视台这种传播力非常大的 那在他们引用网络的消息之前 那我们也会希望说他们会看一下这个各部会的澄清的这个bulletin 那这个bulletin上面如果已经有澄清的话 那他们就是有一个平衡报道的素材 那我想对大家都会比较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运用问答集方便事实查证 那这个其实坦白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治标的办法了 那治本的方法当然是网络使用者自主的判断 跟我们在12年国教课纲 就是明年会上路的12年国教里面 我们是在亚洲第一个把critical thinking跟media literacy 就是媒体试读跟批判思考 加到课纲的核心素养里面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礼拜上几堂课 而是说老师他放下以前那种威权时代 好像你用特定的语调或者特定的字体 他就是很权威的就是一定要学生去接受 标准答案那种想法 而是说现在反正学生都在滑手机 都在查维基百科了 那老师应该就是跟学生是在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 然后以身作则的去带了学生去看说 在网络上面你看到一个消息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做多方的平衡跟查证 那我想这个才是治本的做法 就是让学生从小就知道说 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并不是什么字体 或者是看起来像国立编一款 或者是其他东西制作出来的东西 就是权威的 那我想这个是治本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 第三方协力健全的查证机制 那这个其实也是有GDP专案在做 那但是很重要就是说 政府并不是出钱或出人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所有出的就是这个问答题 对那当然我理解到说 最近当然立法院好像有一些个别的委员 有一些提案了 那但是一方面是说我们在行政院并没有办法去指指点点立法院怎么样了 那但是二方面就是我们行政院目前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会特别针对网络上面的行为来提控管性的立法或修法 我们一贯的态度就是说任何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本来就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法律上面本来就犯法的事情 那他搬到网络上做仍然是犯法 有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在选举的时候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或者是说在流行病来的时候 像SARS来的时候去传播不实的讯息造成疾病相关的恐慌等等 那目前行政院觉得说可发的就是不管你是在网络上还是不在网络上 大概就是这两个 因为这是侵蚀到比言论自由还要基基础的东西 就是民主本身跟人生生命安全 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们目前并没有想要再提额外的就是立法或者修法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继续就是快速的去把我们的这种问答题跟第三方协力查证 跟业者之旅的这个Full Cycle 透过机器对机器的方式让他能够很顺畅的运作 大概这样 好 那有位朋友追问说这个对于网军散播大量假新闻扰乱民心造成社会分裂 政府如何因应 不过我想要澄清一点 就是说其实社会分裂是这个土壤 那这个谣言或者是假消息 它的传播是垫及在这个土壤上面的结果 它当然可能会reinforce 就是让社会更分裂 但是如果其实平常大家就已经养成 在不同立场的朋友之间可以突破同温层的这种习惯的话 那其实谣言是没有这个土壤去滋长的 举例来讲就是在当时 好比像说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报税原体难用到爆炸 在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出来回应之前的那大概三十几个小时里面 其实我们观察到非常多的谣言 那这些谣言都是在讲财政部长有跟他官贸软体这个就是负责制作这个软体的公司 然后中间有怎么怎么样的各种揣测 那但是我觉得这些揣测本身 它当然也许是所谓的有人带风向之类 但是这是很很自然的 应该是说如果政府一直什么都不讲 如果政府一直什么都不做澄清 如果不把骂的最凶朋友要到厨房里面来做菜的话 那不需要网军了 就是任何有揣测的朋友们 他只要这个揣测在网络上面会让人造成义愤填膺的这种感觉 他本来就会get viral 他本来就会有额外的传播力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social media就是在奖励这种 看了之后会继续传的这种东西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与其去规则于特定的个人 其实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快速的去 不但是澄清而且是主动的去说 这件事情他可以怎么怎么样解决 那等到提案人一来 他发现官贸网络的朋友们 真的是很愿意一起去制作 今年这个完全重新设计的城市还是官贸写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种谣言就没有办法滋长 那所有有看直播的人 大概都在心里就会中一个抗体 以后看到关于官贸网络的谣言 大概就不会去转传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治本的方法 就是政府要earn大家的trust 让大家觉得我们值得信任 等于是用诚信去取代卫星 这样子的一种解决方法 有十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Open government and open data is relatively new around the world even the usds the us digital service was only established for four years 那请问这个pedus跟世界各国之间的相关单位的交流状况 以及遇过最大困难的处境是如何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pedus虽然才成立大概一年半 但是我们起码是继承了g0v从2013年初到现在的全部的connection 那因为我们在内部就是pedus内部 这二十几个人加上三十几个intern 基本上完全是按照g0v的模式来运作的 简单来讲就是我不对任何人下命令 那我的同仁的考级也都是自己打 那所以他们如果想要做任何事情 那他们事实上除了两位基要秘书之外 也不是把我当作长官 因为他们都是各部会志愿来跳坑的人 所以我们答应就是秘书长说 我们从每个部会不会挖超过一个人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可以有二十几个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很棒的就是说 他们提出来的计划 都是他们已经想过说 在我这个部会应该是会work的计划 然后就跟g0v一样 就是他需要的所有的技术上 政治上其他方面的支援 大概就是他要推坑 我们的同事们 或者是他要向群众去征求志工 那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PITES做的全部的事情 基本上跟g0v可以说是大幅度的重叠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open source 那我们做出来的一些 toolkit 也是让g0v的各个不同的chapter都可以去使用 那所以举例来讲 像我就是即将要今晚要上飞机嘛 那去纽约参加的就是V台湾 这个Gov Zero的project 跟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是开放政府联络人 要在纽约市去跟他们的市政府的职员 然后以及各界的包含学界啊 或者是其他公民科技圈啊等等的朋友 去分享我们这一年半来试出来的一些模式 然后让大家一起去就是体验 我们这样子一种协作会议的这样子一种模式 那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RUN这个东西的团队 就是他们叫G0v Network 然后New York City Chapter 那事实上就是遭到这种方式赶召的一群人 那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就是在G0v时代 就是不断扩散的 就是我们去到哪里 好比像说到纽西兰 会去跟他们的 类似USDS这样子的团队接触 那他们就会马上注册一个G0v New Zealand 然后到意大利就会有一个G0v意大利 反正到哪里就会就会有G0v哪里出现 最近香港的Chapter也才刚刚开张 所以就是说G0v它其实就是一个 同样是一个心灵的一个类似病毒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你一听到这个Meme 就是觉得说政府没有做的事情 那与其怪政府不如自己来做 那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响应这样的看法 even if他们是在政府里面 类似像PETS或USDS这样子的一种组织 所以我们现在交流状况就是我们会直接对各地的 不管是占定者网络 公民科技网络 或者是一些智库去进行交流 那在正式的国家之间的交流 我们现在有在一个网络叫做Digital 7 那就是所谓的七大数位国 大概就是跟八大工业国类似的意思 那D7这个网络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不是只是宣誓性的 就是一堆部长剪裁的那种 而是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固定的conference call 那就是七个不同的国家的团队 现在再加上台湾去把我们所有最近在做的事情去做分享 然后里面有open source的部分 有creative common的部分 那就会捐献出来 那贡献出来的时候 各国都可以去利用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在working level有很多relationship 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实际沟通的状况 那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 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做这些开放政府的工作 在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叫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或者叫做OGP 那OGP我自己在2016年的双年会 就是在巴黎的时候 当时我才刚入阁 然后我就是去参加 那G0V也有非常多朋友去参加 当时就有非常多 很好的working level的一些关系 有被建立起来 那我也在那边报告了台湾的公民科技的进度 那今年本来我们觉得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OGP会在Georgia办那个年会 那Georgia这个不是state 这个country 就是乔治亚这个国家 它是从来没有发过台湾的签证的 所以我们本来对于派团去都感到相当的悲观 但是在许多朋友们的奔走之下 乔治亚政府在上个礼拜 就特别透过他们外交部发了一个正式的喊 那正式的喊就是说在OGP举败的那个星期 任何人都可以免签证进入乔治亚 那不管谁拿什么护照进入乔治亚 都不表示乔治亚就承认了那个国家 这个他们是完全出于对OGP的尊重 所以才给所有地球人免签这样子 所以这个困难在大家的奔走之下 就算是解决了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组台湾团 因为说真的就是到乔治亚并不容易 那当然就是包含像以我的理解 克索夫的朋友啊 或者其他的不太被乔治亚承认的地方的朋友 现在都就是很愿意开始组团 所以我想虽然在国际上面 对于一些这种护照啊签证啊 还是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毕竟Open Government 是对大家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东西 所以即使是在传统上习惯 这种多边主义的地方 他们也会愿意为了像OGP这种混合式的 就是说如果你去看他的执行委员会 他有一半是国家代表 但是另外一半是公民社群的代表 像这种混合式的组织 现在他们就可以透过公民社群代表这一边 去让台湾有相同的发言权 那又因为他是混合式的组织 所以他常常可以突破纯多边会议的一些限制 像之前的联合国王岐王陆论坛也是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多参与这些混合式组织 我觉得对台湾的实质参与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好 Kristina 陈想要知道说 美国做Open Government跟台湾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这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Open Government在全世界做现在大概都是有一个guidline 那这个guidline 基本上OGP也好OECD也好 大家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就是要透明嘛 所谓透明的意思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怕给人看到 那接下来是参与 就是说在事情决定之前 会被事情影响到的人应该要有机会去参与 那第三个是 这个中文很难翻 我们现在是翻成课则 就是说政府要课语 所有我们答应过的事情 我们要说到要做到 但是这个现在主动去把它做到 这个现在一般中文有一个趋势是把它翻成当则 就是这我们本来就应当要做到事情 要说到做到 那第四个是inclusion 就是说不能够因为我们引进了这些科技 所以就反而让本来能够参加的人不能参加了 相反的我们引进所有这些技术 都是要让本来不能参加的人能够参加 所以它不能够有排除性 这大概是Open Government的四个基本的概念 那最后当然是为了要增加互信 那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在人口上面来看 比大部分的城市都要来得大 但是我们从区域上面来看 从面积上面来看 其实跟大部分的大城市的面积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因为我们这种很独特的地理环境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件其他地方 包含美国都比较难做到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蔡英文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有一个政见叫做宽平人权 就是Broadband as a human right 简单来讲 你在台湾的任何地方 如果没有办法用宽平链到网路 那就是政府的错 The human right 那这个是小英在竞选的时候 有喊出来的一个口号 那但是我们就用一笔特别预算 现在基本上就是做到了 那这个是很多政府都很想喊出来的 但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都很不容易做到 那简单来讲 就是在台湾任何地方 如果不能够用宽平上网 那就是政府的问题 No exception 那即使是在一些离岛 我们都特别用微波或者卫星 或者是光纤了 现在大部分是光纤 去让它能够去上网 那如果是一些弱势的家户 它付不起上网的费用 那这个也有补贴 那或者甚至是 它没有上网的平板可以用的话 那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个方案 说每三年就让它 有一个新的平板可以用 那所以总之就是说 简单来讲 我们在做Open Government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出发点 就是假设你可以上网 那但是这个做法 其实是很新的 就是说除非是像在爱沙尼亚 或者是冰岛的Rikavik 或者是这种城市等级的地方 不然的话 其实大部分做Open Government的时候 大家都要担心说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反而让数位落差变得更大 那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在台湾 是可以说如果有数位落差的话 那我们就是透过宽平人权 去把它解决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 很Innovative的一些做法 那这些做法在美国 就是这次委会去分享 但是其实说真的 不一定那么容易做到的 举例来讲 像我们在台北的空总 就是台北有一个建国花市 那在建国花市的隔壁 就是以前的空总的基地 我们现在有架一个东西 叫做Social Innovation Lab 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在这个社创实验中心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些协作会议它开会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是 完全大家Core create出来的 一个空间 非常的有人味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就在试验各种各样 就是透过网际网路 做到政策参与的各种做法 那举例来讲 我自己每个礼拜三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都在这个空总的办公室里面 所以任何人只要想到 任何跟任何事情有关系的 他只要不怕 我们讨论的过程公布在网路上 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那但是呢 我也不是坐在台北这边 去等大家 我每两个礼拜二 都会很固定的 去行政院的各个不同的地区的中心 好比方说在花莲啊 或者是在云林嘉义啊 或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那我去那边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实际跟那边的朋友们 去进行座谈 那在座谈的过程中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萤幕在这边 那这个萤幕就好比方说 我在花莲 那台东的朋友 就可以conference call进来 那但是不管我在哪里 在原住民的部落 或者是在任何地方 在台北这边所有相关的各部会 大概十几个部会 他们都是在空总 然后透过这种视讯会议的方式 远距会议的方式 实际去看到当地的需要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是类似 Virtual Town Hall 就是我自己寻回嘛 然后我看到实际的需要 但是我们透过网际网路 去把这种及时的讯息 把它带回台北来 那在台北这边的人 立刻看到他们听到问题 就要立刻回答 那所有的过程都是公开在网路上 然后两个礼拜之内 一定会有一个答案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样子的做法 它就是我们通常只有在城市规模的地方 才会看得到的 但是在台湾 虽然是就是country level 但是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 跟我们的宽平人权 让我们可以就是用这种 就是full inclusive的做法 去做open government 那也不是只有我自己在这样子tour 我做的是social innovation 但是产业创新的部分 我们院长 就是赖心的院长 他自己之前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大家可能记得 他有一阵子没有进市议会 那他当时就是在每一个台南的各区 各里中间去这样寻回 那他现在当了院长 他已经寻回过第一轮了 那现在正在寻回第二轮 那就是在产业创新上面 去听各地的中小企业啊 或者是其他新创啊 等等的朋友的意见这样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做 完整的韩融式的open government 我觉得是在美国或者其他服务员 比较大的地方 比较难像我们这样很精细的 去按字管考的 就是每一个字 大家讲出来每个字 我们都把它进入管考程序的 这样的方式做 这是可能最大一个差别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未来是不是有机会 把身份证驾照 健保卡跟自然人凭证都折合成一张证件 并且把大部分的资讯隐藏在系统里面 而不要在证件的那个卡面上面去揭露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现在其实不满大家说 我们正在做一个就是健保卡虚拟化的这样子一个案子 那大家可能知道说健保卡在台湾目前其实已经有相当的身份辨识的作用 好比像说像我们在报税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用健保卡就可以调取到个人的所得资料 它跟自然人凭证在这一点上面的用途是相同的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健保卡很多时候像在搭国内航线啊等等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一点当身份识用的味道 那刚好又碰到我们健保卡 现在一定要这个要在四五年之内至少一定要换法 因为上一代用的那个加密的就是演算法就是比较老旧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段规划的时间 然后去想说那下一代的健保卡要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想法是说 如果有用过像就是Apple Pay啊 Google Pay啊 Lion Pay啊 台湾Pay啊等等的这些行动支付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大家现在手机上面有时候可以整合一些虚拟卡片 那我们就在brainstorm说 如果我们现在把健保卡整个虚拟化 就是把它整合到手机里面 当然这是opend 就是说如果想要有那张卡的还是有那张卡 但是如果比较喜欢用手机的 那我们能不能把卡整合进手机里之后 enable这个手机去做更多的事情 好比像说现在领药 它必须要本人嘛 那也许以后我可以用我的手机里的健保卡 授权你的手机里的健保卡 这种一次性的授权 授权你去帮我领药 但是药师在交付药给你的时候 它验证这个token 然后去透过及时视讯 把这个用药的方式这个叮嘱给我 那它就可以reasonably sure说 它正在讲的这一段话是我听到 因为我有做授权 而不是长得像我的 或不像我的另外一个人这样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远距医疗 在各种通讯诊疗方面 其实我觉得都有蛮多的应用 所以这个同样的 我们也不会闭门造局 我们会请之前找的最凶的朋友们 包含诊所或者就是大医院的朋友们 一起用co-creation的方式 就等于是比照之前我们做保守原体的那种做法 然后一起去想说我们把健保卡这种行动化 大概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大家都觉得是蛮好的这样子 所以透过这样子一种设计思考 我觉得大家不会好像盲目的觉得说 一下就什么都要整合 因为按照我们的民调 大概有八成的朋友们不赞成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但是反过来讲 有两成的朋友们和赞成什么都要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两个中间去脚立或拔河 而是说想要让先来试试看的朋友们 有一个先来试试看的方法 我们不要挡到他们 那但是这个会是up end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还是觉得那分开两张卡比较好 实体卡比较好的朋友们 那我们也不强求他们马上 接下来一两年之内就要去合并 大概是目前这样的处理方法 有七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台北市政府之前的智慧路灯引起争议 你我technical的背景 认为公共安全跟个人隐私该如何拿捏 非常好的问题 智慧路灯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台北市已经澄清说 没有要做人脸辨识了 所以其实大家之前最care的就是 我没有up end 为什么你要把我人脸辨识的这个问题 我想台北市政府已经很明确听到大家的声音 我自己的想法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说如果是自己愿意 然后给出来的资料的话 那这个资料本来它的准确度就会比较高 那如果是自己不但给出来 而且像GDPR 就是它还有自主权 就是说它可以随时去更新这个资料 随时知道这个资料目前被用在哪里 或者把资料移动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就是它可以确保说 每个人care的自己给出来的资料 都是保持在相对上比较可能是正确的情况 那我们不管是用机器学习 还是用什么别的方式去做判断的时候 这样子的资料是比较准确的 也比较不容易出现 就是用过期的情况去判断现在社会状况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资料自主权 就是positive freedom 跟就是不受侵害的权利 negative freedom 都是增进资料品质的帮手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中间并不存在冲突 就是说我们在各自法上面把资料自主权做到最好 那它最后的结果就会是最好的资料 现在有好一点吗 现在还是视讯 但是是不是网路状况有稍微好一点 ok吗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就就继续保持视讯的状态 好 right 所以快速快速recap一下 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是说 我觉得我们在GDPR的精神 就是我们人对资料应该有自主权 那这个自主权它是有positive跟negative freedom positive freedom就是说我要随时可以去更新 我要可以把它去搬到别的地方 我要可以随时去让它是比较正确的反映我目前的情况的自由 那negative freedom就是说中间不要被就是和谐 或者是不要被就是监控等等的这些negative freedom 那我觉得我们各自法里面本来就是有这些精神 所以我们越贯彻这些精神 它的资料就越正确 那资料越正确就是越能够去问责嘛 就是accountability 对使用者来讲就是你越能够去问书 这个data operator它手上到底有哪些我的资料 然后一起它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下它不太隐私权有保障 而且如果它要去做决策分析 去做机器学习或做任何应用的话 它才能够用真实反映情况的资料 而不是那种很passive的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被收集 那这样被收集到资料品质自然就会很有问题 而且会停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 那这个情况下做出来的决策很可能不是很accurate的一个决策 所以我觉得就是资料自主权或者说隐私权当然是其中一部分 以及资料品质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正向观 所以当然我们接下来各资的解释会有一个专责机关 目前看起来是国发会的各资中心嘛 那我们会把这些能量累积在这样一个中心里面 大概是这样 好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美国的硬体公司主要是在Bay Area 软体服务跟Fintech在纽约 半导体在德州 政治中心在DC 台北目前已经有内户科学园区 南港科学园区之后 有南港生气园区流行音乐中心 以及市领被投身 医院区甚至是AI重镇 那所有高性的行业都挤在台北市 能否能改变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从赖院长上来之后 就一直在讲首都减压的这个概念 那首都减压之前 大家有提过很多idea 好比像说直接把行政立法司法院的某一个放到中部去 另外一个放到南部去 这样 那至少政治中心的移动 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可能的 因为那就是立法院统一了就搬了 那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规划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质询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的沟通这件事情 或甚至是行政院内部的跟各地方政府的会议这件事情 除了做灾访的朋友们很习惯视讯之外 其实其他朋友们都很不习惯视讯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视讯的系统建设起来的话 那未来即使我们所谓首都减压办了 那结果就只是大家就继续拼命坐高铁 就要更早起来而已 那其实对于实质的市政品质不一定很有帮助 之前也有一些机关设在高雄 然后因为没有弄好这种就是视讯的infrastructure 所以最后需要整个扳回台北 那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例子 那anyway 所以我们这边想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 在视讯上面或者甚至是VR上面的规划的话 那就比较有可能去做行政机关的减压 那这些减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巡回的会议 基本上就一次一次的把各地方政府的这种capacity 把它训练起来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已经初步有一些成效 好比像说我们在高雄 就是把AVR的一些发展 透过像之前的特别预算等等的这些东西 把它放到高雄去开发 那又或者说新的海委会就是直接设在高雄 那我想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种行政能量放在高雄 或者是之后台南的就是科学城开幕了之后 越来越多的这种能量放在南部 那我们就越来越会把这种南北之间的 就是平衡跟就是远去作业把它变成一个常态 那等到这个变成常态 事实上不管是劳工也好公务员也好 我们都已经有远去作业的法律依据了 现在只是他没有这个习惯而已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就再花一两年去建立这个习惯 然后首度减压就会变得不但可能 而且是desirable 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不要早 一大早起来赶高铁对大家都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至少在行政上 以及在我们前站基础建设的区域分配上 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对区域平衡有一些具体的贡献 但当然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了 我自己觉得还需要一两年左右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健保署所搜集的个人健康资料 提供了支付房也就是健保署其他的管理能力 某个角度上似乎可以视为政府端单向偏颇的医疗保险市场运作 也就是所谓的big government 如果为了医疗卫生市场经济合理发展与平衡 近期亦有部分个人端就医资讯的查询 同等资讯可否提供医疗服务机构 包含医院跟商业保险等 用于开发服务模式改善 也就是用于商业利用 我想这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说如果有一些要做远距或者居家 或者是等等这些医疗的朋友 确实之前就是我们在个人资料 甚至是患者自己授权的情况下 那个互相的借鉴之间 是有一些技术上跟法律上的一些障碍 那我们最近就是用了一个黑客松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黑客松叫做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 那这个黑客松也是非常奥妙的一个黑客松 就是一般黑客松都是办个两三天 但是我们这个黑客松是办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里面呢 就是你看到任何总统证件还没有兑现的 你都可以自己想一个办法来 然后把它做好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收到大概一百多队的报名 那这一百多队的报名里面 大概有七十多队都是公务人员有参加在这个报名里面 那就有一堆人拿着资料来找就是公民黑客 好比像说自来水公司就拿着一大堆水压跟这个流速的资料 想要找会machine learning的人帮他们侦测漏水 那反过来讲也有一些公民黑客 好比像说天下杂志 他们就是很想要知道说治水的成效怎么样 可他们一直拿不到流域综合字里的资料 那这个情况下他就是拿着满手技术 但是来要资料 那以前都是就是这种跨部会的资料的协调啊 都都很困难 但现在因为就是PM就是总统府 所以就很容易要到资料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前二十堆的朋友们 大概都有拿到他们要的东西 然后里面就做出了相当多的成果 那这个也跟居林立黑客总一样的 就是说是没有奖金的 虽然有很漂亮的奖杯 然后是在总统府府有总统办法 但是其实是没有钱的 那但是他的reward是什么呢 他的reward就是他可以在下一个年度 进入实际的公务体系 就是说等于总统有一个承诺 说如果你是前五名的话 这前五名就会变成我们的行政系统的一部分 那里面有一个就是在做所谓的远距医疗 就是他们叫做 离岛紧急医疗的这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他们做到一半 我们的远距通讯诊疗办法 卫福部就颁布了 所以就不只是做在离岛的三方会诊 他们现在就generalize 这个东西就一般化变成是任何 不管是长期照护他不方便出门 他在偏向或他就是不想出门的情况下 大概都可以试用的一个多方会诊的一个界面 那他用的是国际标准的fire这个标准 fire 3.0的标准 所以就因为这次黑客松的关系 我们就一次去把法令的技术的各个方面的障碍 大概都盘点起来 那盘点起来之后就透过总统府的政治意志 去把它解决 那解决之后目前就是至少在患者有自主权 我愿意授权这些商业利用的情况下 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可以说是初步获得了解决 那当然如果你是保险业的话 你在意的并不是个别患者的授权了 你在意的是这个统计资料的开放 那统计资料以前的问题是说 我们也有一些统计资料开放 但是统计资料它的统计方法 可能不是业界想要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在想一个概念 就是叫open algorithm 这个叫开放式演算法 就是业界或学界自己把他们想要的统计方法写出来 但是这个程式必须要经得起检验 我们请一些类似白帽嗨客一样的人来audit 那确保说这个演算法 它真的是统计的演算法 意思是说它没有办法泄露任何个别的资料 那这个演算法最后就是交给资料主管机关去跑 那跑完之后资料并没有离开这个资料主管机关 它还是只是把统计资料公布出来 但是这个统计资料 因为它的统计方法是业界或学界想要的 所以这样的可用性就会变得特别高 那要执行这个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一定的互信了 但是二方面那个单一的各自主管机关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可能要改一下各自法 那把主管机关改到国发会 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会在下个会期来处理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我研读易经 易经对于我的思想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这是很小时候的事情了 但是我想最大的影响就是 可能对二敬畏有比较早的这个直观的掌握吧 但除此之外 大概就是那个最基本的概念嘛 就是说唯一不会变的事情 就是什么事情都在变 所以我觉得它有助于就是 我很快的可以清掉脑里面的快取 什么是快取呢 就是如果你的浏览器去看了一个网页 然后这个网页它看完之后 它就存在你的电脑里 那你下次如果没有网络连线的时候 那它就会显示这个过期的 但是总比完全就是没有东西显示来的好 那在我们在网站开发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说快取没有设定好 所以以至于情况已经改变了 就是网站明明已经更新了 可是你的浏览器还是卡在旧的状态的情况 也就是停在这个既定的印象里面 那但是就是我想已经很有意思 就是它教导我们说 每时每刻就是都在事情都在改变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每天睡前都会把所有的email回掉 然后把所有的to do list都清空 然后就抱持着一种醒不来也无所谓的这种心情去睡觉 那所以醒来的时候快取就清掉了 清掉之后就是任何新的情绪 大概都不会觉得说今天怎么这样 而是觉得说本来事情就是每天会不一样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形态了 这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有七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对于自通安全法 就是最新三读通过的那个法案有什么想法 第一个是说当然审查的过程 我其实参与的不多 因为那是吴正中老师跟蒋宏伟处长的一个法案 那我里面比较有参加的就是说 因为接下来我们在执法的定定上面 我们会特别看重就是我们在公部门对于资讯安全 要有一个纵神防卫 defense in depth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讲像我自己刚入阁的时候 我自己就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要了一台主机 然后呢自己编了linux kernel 然后自己去跑一个资安产品 叫做sandstorm 那这个资安产品是完全open source的 我入阁前就有contribute 所以可以说是正为自带厂商 然后进来之后 反正架了这个它的目的就是 让公务员可以完全不需要付授权费 就用好比像说这是类似dropbox的东西 这是类似就是google试算表 或airtable的东西 这个事实上是我维护的 然后共笔系统 或者是一些就像trello这种 一起管代办事项 就是让公务体系里面养成跨部门 甚至是跨阶级 直接利用这种共笔来合作的习惯 那但是这个东西在上面放的很多是 还没有定稿的东西 所以资安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 还没有定稿还在讨论的时候 明天就上头版头条了 这样子大概公务员就不会敢用这套系统 所以我们底下花了非常多时间去确保这套系统的安全性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自动安全法通过之前 我们就用它的精神来做这样一种pilot 那这个pilot意思就是说 我们底层的这个结构 我们不但是用好几层防卫 而且我们去请那个就是得到好比像说国际defcom 全世界好像拿到第二名吧 这总统有接见的骇客团队 白帽骇客来打我们这套系统 而且不是从外面打 他是看着原始码一行一行打 那我们也请不止一队来打 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技术上面 一次性的请他们来打 然后找到一些漏洞 然后他们也可以publish 而是说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请他们用社交工程 想要套我们的密码 或者想要套我们的就是关键资讯等等 等于是说我们在有人来打这套系统 实际使用之前 我们就请白帽骇客不断的用各种方式 试着找到这里面的社交工程上面 跟咨询工程上的漏洞 那这个很有意思 那当然他们找到一些不是很严重的 那我们大概都修补起来了 但这是一个ongoing的关系 就是说他们时不时就是还来打一下 那我觉得这是这种概念 我觉得是自动安全法通过之后 各部门本来没有充足的人力 现在就比较有充足的人力 当然未来关键基础设施 大概也会有这样的人力 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跟白帽骇客维持很好的关系 然后让他们觉得说他们的 这种高超的技艺 是可以对社会有正向的影响力的 然后也保证他们的有一些收入 然后偶尔总统接见一下 就是是社会里面很棒的一份子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就是掉到黑暗面去 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自动安全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框架 去给跟整个资安界一个 很良好的双向信任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是自动安全法 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有13位朋友们说 传闻这一次是因为国务院 这个而我无法亲自来美国 那对于作为台湾的部长及官员 对于这样的政治情况怎么回应 没有了 其实我今天刚刚讲就要飞美国了 所以其实你真的说不能到美国 并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确实就是这次我在这一场会议里面 就是在DC 采用视讯确实是因为这样子它比较predictable 我实体来的情况下 对各方而言 它的变数都比较高 那刚好因为这几天是国际上面情势就是变数比较高 这几天 所以后来我们就达成了这样一个 agreement 没听到 被消音了 现在有听到吗 现在有 因为你们那边的声音是没有传过来的 所以我只能就是靠你们打字来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听到 anyway我刚刚讲的就是长话短说 就是确实因为这几天国际的情势比较变化比较快 所以我们后来是讨论了之后 采取像视讯出席这样一种 就是风险比较小的方式来参与 那这个事实上是这样 那不过我想视讯会议这种形式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模式了 它并不是一种挑战 就是说我这边想要特别澄清 就是我目前到联合国相关的会议已经四次了 除了第一次在日内瓦的时候 因为当时确实可能就是有人不知道我算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露营 因为如果算是一个露营的话 那其实他什么事都不用做 那如果算是一个人的话 那如果我不能出场 那他就要出场 这是目前的外交情况 那所以因为不太确定我到底算什么 所以才会有大家看到一些情况发生 就是有人抗议 然后主席说没有啊 那但是从那个之后 这个基本上就是被定调成就是露营 虽然这个露营是两秒钟之前才录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露营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我接下来的就是三次参与联合国相关的 两次用视讯 然后一次是去梵蒂冈的活动 都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 反正我事前都会把几点几分 我会在哪一场出现 让大会的秘书处知道 那所以在那一个情况下 在那个房间里面 大概就就不会看到北京方面的朋友 大概就是这样 那所以目前这是蛮顺利的 它并不是一个挑战 它比较像是一个一个新的模式吧 那在这个模式里面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都有一些谅解 那当然我们挑题目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选这种题目的时候 现在不止我啊 国合会啊或者外交部啊 或者像WHA那个时候 就是医师的那一场大会 总统也有露营嘛 我们挑的题目都是台湾真的有具体贡献的 而不是说只是纯粹政治性的 纯粹政治性的当然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要花时间听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有具体贡献的话 目前是没有任何被阻拦 或阻挡的情况发生 好那有八位朋友们想知道说 AI Deep Learning都需要大量的资料来做训练 台湾的内需市场比起中美两大国相对较小 目前尚未有国际级的资讯公司 对这块的发展想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真正国际级的资讯公司 他也不会觉得他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啦 因为我之前常常跟跨国公司合作 所以对他们的思维模式比较了解 有些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属于加州的 但是就是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属于哪个特定的国家 那所以我自己在加入内阁的时候 当时就是有一个概念嘛 叫做亚洲西谷 那我进那个的时候是把它中间加一个点 就是变成亚洲连结西谷 那个点是连结号 那原因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 在特别适合去做social innovation的地方 去善用我们这种刚刚讲到公民科技的力量 去做在别的亚洲 特别是亚洲 但是也是全世界 其他地方大概比较不容易做到创新 那这边只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G0V的临时空污观测网 那这个例子 我觉得蛮好的是说 它真的在亚洲 大概只有在台湾才会那么快的发生 那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在台湾有很多朋友 对于空气品质非常的关心 那但是呢环保署虽然说接下来两三年会步上万个测站 但是这些观测站它只要不在你家门口 那其实它提供的数字里面还是有一段距离 不是只是心理上的距离 是空间上的距离 那所以就有一些朋友们自己发起了 这个叫做空气盒子的一些项目 就是他们是用非常便宜的 这种PM2.5的感测器或其他感测器 那这个也是G0V的一个专案 那任何人都可以很便宜的放在自己的阳台 或者是自己的学校 或者是任何地方 那它就是专门收集 你在意的那个地方的空气品质 那但是它收集之后呢 只要旁边有WiFi的网络 它就会自动把它上载到 由中研院一些朋友维护的一个平台上 那所以很快的 在G0V这个视觉化的观测网上面 我们就有超过2000个公民自主建立的观测站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 因为它的数字 以及它呈现的东西 跟环保署的不一定一样 那我们去国际上面 一些永续发展的一些会议的时候 碰到亚洲的其他地方的朋友 都跟我们说 这个在他们的国家 就算是所谓号称民主的国家 大概不会到2000个点了 就是到20个可能就会被请去喝茶 或者是200个可能会去查水表的 因为这个说到底 它是一个非常威胁政府的正当性的东西 当这个你有参与的系统 跟政府的系统呈现出来不一样的时候 市民当然是相信自己参与的系统 就算它的准确度比较差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台湾是亚洲很少数的 就是我们行政院是抱持着一个 打不过就加入的一个态度 而不是一个去签制它的态度 什么叫打不过就加入呢 就是我们就编了四年大概 五个billion台币的一个预算 就是五亿台币的预算 建立了一个叫做民生公共物联网 那它不只是把空气品质的资料 同时也是水环境的地震的相关的资料 甚至灾访相关的资料 反正所有的这些没有各自问题的资料 都集中到国网中心的高速电脑上 那我们也请工研院去研发国产的 准确的又很便宜的pm2.5的感测器 去提供给这些公民社群 所以就这种政府跟公民社群中间 谁也不是指挥谁 但是还是有具体合作的这样子一些资料 据说这些资料现在也放在区块链上了 放到IOTA上了 那总之的这些资料 它提供的公信力是超过任何单一的actor 可以去提供的 所以这样子累积出来的东西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是因为每一个参加的人 都有很高的interest 去让这个资料尽可能的准确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各说各话的情况 我们也才能够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面 去做讨论 那像这样子做出来的模式分析 趋势分析等等 其实不需要等国对国之间的setting 任何公民社群一看到 有这样的东西可以用 他们自己就落地神根就去用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外交上面 我们现在叫做 有个词叫做暖实力 就是送暖的实力 就是我们自己在剧烈冲突当中 去找出一些solution 但这些solution就好像结成的果子一样 它对于任何碰到类似社会问题的地方 都是很好用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发挥 我们的温暖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在台湾特别适合发展 就是去综合各部门中间的这种力量 然后去累积大家真的care的data 那让这些data有social impact 那因为它有social impact 所以就像总统梅黑客总一样 大家都会愿意花时间 出钱出力去维护它的正确性 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 它自然就能够解决不只是台湾的社会问题 也是国际的问题 那这个过程里面 也许它的形式是合作社 也许是NGO 也许是一些国际性的NGO 像无国界记者 它总部设在台湾 很多时候就是要搜集像这样子的资料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不一定是完全靠四部门 有时候是靠第三部门 有时候是甚至是靠公民黑客社群 大概就可以去普及这样子的发展 那甚至像我们之前 大家有问到不实讯息 那像这个东西 巨领币也有类似的专案 依我所知 他们也在试着导入机器学习 那就像台湾是舍读研究的权威一样 那说不定所有这些东西 就是在经过机器学习的模式之后 也可以对全世界的事实查核有所贡献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请问对于电子支付的计划 像是中国利用微信来完成 几乎所有交易有什么样的规划 台湾目前多半以现金来交易信用卡 也不是十分普及 这样对于交易方面的好事 以及外国旅客来观光都造成许多困难度 这边有个概念想要厘清一下 就是说电子支付 像这位朋友说的除了现金之外的 大概都可以说是电子支付 那目前在台湾电子支付 以悠悠卡或者一卡通或者感应式信用卡为代表 其实普及率并不低 那普及率稍微比较低的是所谓的行动支付 就是用的是手机或者手表 这种穿戴式有荧幕的装置来做支付 那确实这部分的支付 目前我们还在逐步的去扩展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嘛 就是我在行政院里面开会的时候 常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就说所有的便利商店都不可以放提款机 而且说我们接下来一年都不抓伪潮 那我们行动支付率就当然就爆表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因为基本上如果前一代的科技 像悠悠卡这种电子支付 它就是很方便 好比像说三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交易 那么行动支付如果反而要五秒钟才能完成交易 大家就不会去用行动支付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要用行动支付 它必然是它要提供一些本来电子支付没有的东西 而且它还要比电子支付要来的就是方便 那电子支付至于现金的取得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并不是很觉得说我们要盲目的去冲这种KPI 因为如果要去比KPI的话 非洲的一些国家 它几乎没有办法有效的取得现金 那这些国家行动支付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就是比中国还要高 那就是但就是去比这个真的有意义吗 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确实就是像这位朋友说的 我们现在的focus是在好比像说政府提供的服务 那好比像说铁路啊或者捷运啊 或所有其他服务 我们尽量让它在用行动支付的时候 至少不要比电子支付来的困难 然后我们在缴税的时候 像今年也开始可以用第三方跟行动支付来缴税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是尽量让大家看到说 当这张卡整个消失的时候 好比像说健保卡 它会有一些额外的对生活更方便的情况 但是总之技术来的时候 在台湾它还是要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社会才会接受 我们并不是那种 它没有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就强迫社会接受 社会会离我们的地方 那我们就是要透过这种实质解决社会需求的方式来做 但是我们中间任何时候 如果觉得政府的法规又挡到大家的话 我们现在确实有个KPI 就是我们各部会有多快速的 在松绑对大家不利的这种法规 尤其是行动支付的 所以像以前它的感应机 必须要控制在三公分之内感应 那但是现在有很多智慧支付的手环 就是像指环这样 它其实很难放到三公分之内的距离 所以我们业者一反应 我们就改成十公分之类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凡是业界只要一有实质的需求 我们又觉得说 这对社会是整体是好的 那这样我们非常快速的 就会把法令去做松绑 这个是跟之前的行政员 比较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完全是需求反应式的方式 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有11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为台湾开放政府做许多创新跟改革 请问一周工作时间有多少小时 平常从事的休闲活动有哪些 我起码醒着的时候都在工作 我并没有上班跟下班的差别 那但是就是我待在行政院的那栋办公室的时间 是有严格的管控的 就是我原则上只有礼拜一跟礼拜四才去 那礼拜三我在空中 礼拜二我在环岛 那礼拜五在开协作会议 那只要能够不踏进行政院 我就不踏进行政院 那为什么是因为我如果人在行政院里面 那些行政院里面的朋友们就会觉得 纸本公文比较容易接触到我 因为所有政委都在行政院的一楼 但是我只要养成一个礼拜有两三天都不在的习惯 大家慢慢就会发现说 用电子或行动的方法联系我比较快 那所以这是养成大家远居做一个习惯的一个 很有意识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行政院里面有一个会有很多公部门 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 如果这个长官没有下班的话 那属官就是工作人员们就不太敢先下班 那这个在我们办公室也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自己大概六点以前一定走人 那所以我常常是上了车回了宿舍才开始工作 因为反正我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做 那所以我们现在办公室就已经养成了 就是到六点大家都不见了的这种习惯 那但是当然就是都在线上还是联系得到 那在我觉得这个比把大家拖着 然后九点十点还不下班 我觉得真的大家的productivity都比较好了 也比较容易有work life balance这样 那在因为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促进各方的沟通 然后学习这种新的社会创新 就是我的兴趣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醒着的时间大概都在做 所以我的休闲活动大概就是在网路上面回应大家的问题 所以像我现在就是正在进行我的休闲活动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有一位DC的金城武 这个想 对 跟十位朋友都想知道说 请问如果没有任何邦交国 是否就无法透过视讯参与国际会议 突破外交封锁 并不是这样子的 举例来讲 这个月下旬吧 我本来就会参加在非洲的一场 非洲的占领者 光明科技的运动者等等 定期举办的一个非洲行动者的一个年会 那因为我就 当时就没有办法 事实上我在台北有别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用视讯的方法参加 那都已经是讲好的 那那个地点就是在布吉纳法所 然后所以我们才刚答应 然后才刚跟主办方约好 那就传出断交的事件 然后所以一瞬间那个主办人 就马上在推特上面 就马上tag我 说这个断交了断交了怎么办 这样 然后那我就 我就回应说 也是引用那个蔡总统一句话了 说没有啊 这种事情 它只会把台湾更推向 相信民主自由的社群 然后也只会更坚定我们 就是跟民主自由的工作者 一起工作的决心 那确实是怎样 因为当天我就接到 来自四面八方 各种各样的问候 那所以就是 我们在那场会议里面 其实 就是占领者是全世界的 马德里也有 在纽西兰也有 各个地方也有 那我们中间都有一定的互信 事实上都是用各自的GitHub上的专案了 所以我就随便找到一个也会去的人 那他就会愿意帮我 等于是让我附身在他身上 这样 所以就是我想 有邦交国当然是 有一些固定的管道 但是即使是在完全没有邦交国出席的地方 只要有价值上面相同的朋友 然后也累积了一定Operational的互信 那我想我们并不缺人能够来帮忙 去做这样子的介绍 或者是视讯的设定 最关键的还是那一场的主席 就是如果那场的主席是觉得 这就是一个录影 那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用意识规则去挑战他 所以对于主席的视线沟通是最重要的 就是no surprise 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好像被突袭的这种感觉 那so far不管有没有邦交国在这场合 我们大概都很成功的在运行这样子的参与方法 有七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请问台湾在发展Cyber Security 最大的优势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怎么样解决 我想最大的优势 so far是我们真的有蛮多可以练习的具体的案例 所以是一个以战代训的概念 就是我们会实际的 像国网中心我去参观的时候 他们会把实际所有要入侵国网中心的那个轨迹都抓下来 然后放到一个沙盒里面 然后我们各大专院校 现在有一个自然课程的一个生态系 所以他们就不是玩一些模拟的题目 每个人都是直接拿昨天 就是他们实际打的方法来测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 就是等于随时都有实弹演练的这样子一种场地 那这个是让大家能够不会觉得说 一定要学两年前的或者三年前的技术 是随时最新的技术 反正人家就一股脑的用在台湾上 所以这个情况下是我觉得训练效率是特别高的 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目前我想最大的困难 之前是我们还没有自通安全法 就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法律去要求各部会 各机关各关键基础设施 都编列相关的人员跟预算来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虽然有自通安全法已经三度通过了 但是他的配套的执法还没有通过 这个执法还在进行社会沟通 所以我会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执法做成 他不会太打高空 让人觉得无法去做到 但他要足够前瞻 就是让愿意投入这方面的朋友看到说 这个做起来真的很有希望 他不会就跑去别的国家了 或者就跑到原历黑暗面去了 所以我想在平衡这两者中间是蛮大的挑战 那这部分还是我们自通安全处的朋友们 跟吴震忠老师在负责处理 Christina想要问说 在做资料公开共用的时候 不一定是卡在技术层面 这个应该是技术的 这两个字 也有人的问题 资料开放有时候是阻碍到一些人的利益 因为会导致他们失去部分竞争力或者权势 因而不愿意配合 请问有没有类似状况或者处理的经验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案子 就是果菜市场价格的公开 那这个是蛮应景的 就是最近台湾都在讨论这个题目 anyway那所以这叫做 本来叫做菜价资讯公开整合平台 不过上线之后 因为大家觉得太好用了 所以现在好像叫做果菜价资讯公开整合平台 那我希望大家看得到这个画面 大家还看得到画面吗 anyway那 那有lag 现在呢 现在要好一点吗 现在听得到吗 现在ok了 好ok 对那我们当时做的就是 蔬菜的产销资讯的整合查询 那但是后来发现太好用了 所以水果也加进来 那包含 那我这边特别要讲的是这个 就是当时大家都很想要知道 滚动仓储 就是冷冻蔬菜 它的释出量跟库存量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基本上是农粮署的 他们说是他们的最高机密 因为这个就是用来稳定菜价用的东西 你如果把这个完全公开了 好比像说你当天就说 我今天会释出多少 冷冻蔬菜到市面上 那当然这个大家就会有预期的心理 那这样就没有办法有 稳定物价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当时就是 民间在要这个资料的时候 农粮署是说这是最高机密 他们是绝对不会公开的 那当时我在协调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个 之前可能没有人问过的问题 我就问说 国家机密啊 就算是最机密啊 30年之后都可以公开嘛 像我们今天在国家宝藏里面 也有听到嘛 一般30年之后 无论如何都要公开了 所以滚动仓储 一定不是永远不能公开的 那请问一下 你们等多久之后 会愿意公开 那农粮署没有听过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着实的思考了一下 然后想了很久之后 他们就说 其实隔天就可以公开了 所以因为隔天 他就丧失调整市场价格的作用 你也不能用前一天试出多少 来推估明天会试出多少 所以他们仔细考虑之后 他们发现24小时前的就可以公开了 只是之前没有人这样问过而已 那所以我们目前在这个网站上 我们就可以这个直接看到 前一天的滚动仓储的量 那这个对于做这个产销分析 是非常有作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之前人家说不行的时候 说不定只是因为 你没有问到他可以说行的那个点 你就觉得什么都不行 但是其实稍微delay一点点 或者是稍微解析度少一点点 大部分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可以 因为对他来讲 他只是要用的那一刹那 他要用而已 那比那个更多的 其实对他来讲 他也并不需要 因为并没有很多人是想要一直把资料 因为很多时候资料 如果最后只有他在他自己身上 他也有要付维护啊等等的 这些风险跟成本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透过这种 就是 Rough Consensus 就是粗略共识的方法来做协调 那当然有些时候是 他们完全没有建置这个资料的infrastructure 不是他们不想公开 像我刚才讲说 天下杂志想要我们流域综合治理 就是治水的 每一个点位跟工程花了多少钱 那这个并不是水利署不愿意公开 事实上水利署早就公开了 只是他公开的时候 他是放在几百页的PDF里面 完全用汉字来描述 他不是一个机器可以读写的一个状态 他并没有一个资料库 简单来讲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硬要他公开 他马上就会想说 那我如果公开数字 跟我上面的文字 有不符合的地方 我是不是有额外的风险 那而且这个又要花我额外资料整理的力气 而且我还不会有credit 那这种情况下 确实是会有一定的阻力 但这种阻力 他也不完全是技术上 他更多是政治上的 所以像总统被黑客送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是由总统府来当PM 所以国发会在去协调的时候 等于就是嫌总统之命了 那这个时候 一方面他有国发会的这种技术支援 他不用完全靠自己的人力 那二方面 他的风险可以降到最小 因为如果未来立委盯他的时候 他就只要说 这是总统被黑客送要的就好了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他也会有些credit 所以有些总统被黑客送的案子 其实刚好就是这些想要释出资料的公务员 自己提的 我看那个提案就可以知道 那根本就是公务员写的 但是他们就找民间的一个单位来提案 然后他们就弱弱的说 我们只是配合办理 但事实上这位科长 这个案子早就躺在抽屉里三四年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创造更多的这种机会 去让他的风险能够被吸收 他的成本能够被转嫁 然后credit还是给他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很顺利 基本上是不会碰到什么协调上的困难 这是目前我们再来处理的方法 有一位朋友提到说 时代力量在台北市 有一位议员候选人 主打这个写城市的背景 想请教认为写城市参政 对于台湾是否有实质帮助 我想任何专业者愿意参政 都是有帮助 因为我们最缺的就是diversity 如果议会里面不管碰到什么题目 都有那一方面就是学有专长的议员 能够处理的话 那整个议会的讨论品质当然会增加 这个是很明确的事情 那所以只要我们现在整个议会 还不是超过一半都是写城市的 如果你超过一半都是写城市的 我就要开始考虑这个diversity 是不是不够 是不是有技术霸权之嫌 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多情况下 我觉得当然越多职业的多元性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有企业朋友们想知道说 未来两岸这边假设是指台湾海峡两岸 可能在cyber security上的竞争跟攻防 会越来越频繁 请问我们对台湾年轻人的未来发展前景跟看法 这边我假设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去做资安方面的工作 当然刚刚讲了就是说 整个自通安全法跟整个国家资安发展方案 可以说就是资安人才的一个赔利就业辅导计划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学资安的 接下来在台湾就是生活应该会过得越来越好 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缺 然后又会有越来越多的position 而且甚至是不是学这个的 而是只是有很大的incentive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你充满了好奇心 你就是很想要去搞懂系统中间的漏洞 那就算不是有课班的训练 那接下来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你能够就是为社会有所贡献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有好奇心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去做 那尤其是现在这个也可以结合机器学习 这个也可以结合万物联网 那所以你branch out 就是从这个题目开始去 学更多相关的题目的这个土壤 也会非常的充足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career path 那当然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北京方面会一直提供我们很多实战演练 让大家的技术都能够及时更新到最新的zero day 那所以这也是很好的实证的场域 那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觉得台湾既然有这么第一线的训练场域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好好去利用它 大概是这样 OK那主办单位说我还有10分钟 那剩下来还有11题 所以大概就只能快问快答了 目前有很多台湾人才外流 那请问目前对于这个返台贡献的规划 对确实我觉得人才外流并不是问题啊 是问题是没有对流 那以前是 好比像说台湾的年轻人认识一个 我随便讲新加坡人 那两个人一起做一个题目 那以前九成的几率就是台湾就跑去新加坡 那他们的就业金卡可以用三年 然后就一起创业 那只有不到10%几率是新加坡人跑来台湾 然后两个人一起创业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本来的这种 就是外国人才专法或者新经济移民法 在没有ready的情况下 事实上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是仅次于日本的不友善 那当然我们在亚洲啦 那但是我们今年外国人才专法过了嘛 然后一些相关的产创啊 这些相关的条例都过了 然后新经济移民法也正在准备 那所以我们希望今年能够直接就跳到 仅次于日本的开放 因为他们也交往过程 就是非常开放了现在 那所以像新加坡的整个三年的那个就业金卡 我们是直接抄过来 那抄过来之后我们还加码 就是可以renew 所以你可以待个六年 那待个六年到某个程度 其实就可以变成所谓also Taiwanese 就是我们会规划一整套方法 就是让你不需要放弃本来的国籍 然后也可以取得这边的国籍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的 但是这事实上是在join平台上面 外国人才专法在consultation的时候 很多人都给我们这样子的意见 所以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朋友 像PTT杜一锦老师 都不是自己回来了 他是整团整团的带回来 就是他把Cortana 他之前的同事也挖回来了之类 那他等于就是一个一个去try 我们这种新的incentive 够不够顺利 或者是说他在执行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 那我们就是因应着这些返台的朋友们 实际的体验 然后逐步把这个体验去做优化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年之内 大概就可以把这个优化到一个 对流变成非常容易的一个程度 那所以这个当然有很多program 那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太不在这边被program 大概网络上都可以找到 PITIS在2018跟2019年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目前有一个方案叫做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这个应该下个月就会变成一个行政院核定的方案 那这个方案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会专注在SDG 17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就是促进目标实践的伙伴关系上 那很具体的来讲 就是我们会去盘点在台湾所有正在做社会创新 就是透过它比如说公民科技或类似的方式 去不只解决台湾的问题 也有可能解决国外的问题的方式 所以这是第一次 就是我们在行政院级的社会创新方案里面 把外交部也放进来 就是它会变成我们在外交上面对外 就说是在数位治理上面 在社会创新在永续发展上面的外交 那永续发展或数位治理 也是第一次写进我们外交部明年的实证方针里面 那往内就是我们会有外交部的同仁 直接进入PITIS 那大概端午节就是下个礼拜就会上任 那我们就会一起把PITIS在做的事情 累积回外交部去 不管是技术上面的或者是政策上面的 所以一方面就是累积我们的能力进外交部 那二方面就是去透过盘点台湾的社会创新 去把所有可以在永续发展目标上面 解决国外问题的这个部分都做成 我们有个口号了 叫做用API取代KPI 就是不是去算那种 就是见了几次面握了几次手 捡了几次踩的KPI 而是去算说我们在永续发展目标上面 跟多少个国际上面的公民团体 或者是各部门的朋友们 建立了多少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API 所以我们大概接下来一年会把这个 用API取代KPI的概念 慢慢的跟外交部一起讨论出一个做法来 这样 请问政府部门之间是否可以更有效的交换资料 例如气象局能不能开放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民生公共物联网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都集中在国网中心 然后用开放资料的方式 去让民间都能够去使用 然后事实上我们也会做一些grant 让民间能够把这个变成社会影响力的朋友们 都可以做到就是具体的贡献 那我们会有一些grant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就查民生公共物联网 大概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road map 要怎么改善网路霸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最基本的还是要在网路上面去营造一些空间 这些空间是大家比较容易相互支持 而比较不容易相互discredit 就相互摧毁彼此的可信性 那我们目前观察到的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reply button 有没有一个回复的按钮 好比像说现在在slido上面 你就没有回复的按钮可以按 所以就算你看到一个问题 你觉得他问的不怎么样 你也不会去摧毁那个问问题的人的可信度 因为你没有reply可以按 那所以大家就会提一个比较好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出现网路霸凌的空间 我们的join就是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 台湾2300万人里面已经有接近500万人在使用 那为什么能够就是每一次都还是提到相当多 很具体的解决方案来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搜集大家意见的时候 同样也没有reply button可以按 所以对每一个大家的看法 不管你是支持的或其他的意见 你都只能去按赞 那如果你不同意 你就是在对面提一个更好的看法 可是你不能够去 就是按用reply去摧毁他的可信度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像我们用AI来主持几千人的讨论 像Police这套系统 就是我这次去纽约会帮忙推荐的一套系统 同样的就是像我们在处理Uber问题的时候 你对别人的发言 就是别人的感受 你也只能说你同意或不同意 同样的你也没有reply可以按 那我们在这些系统里面我们都发现同样的事情 就是在社交网络上面容易造成霸凌的 就是非常偏激的问题的意见 只会占极少数 但是如果你把reply button拿掉 大家就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想 怎么样更有consensus 怎么样子更有共识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营造 不管是在G0V的各专案 或者是在公部门 营造更多的这种 大家只能有加法而不会有减法的网络空间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子的话在减法网络空间里面 遭到霸凌的朋友至少有一些比较friendly的空间 可以去讨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具体能够做的事情 那这位朋友想要问的就是 how can the government deal with the fake news more prominently and effectively so if you look for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act 数位通讯传播法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 就是把 本来只用在著作权上面的 notice and takedown的这样一种概念 把它放在网络上 就是如果任何人他人格全受到侵害 他可以说那我要提出告诉 那我提出告诉之前的10天里面 他可以先给那个平台一个advanced notice 那那个平台知道他要提出告诉 他就可以先把它下架 那他如果下架就不负连带责任 那目前这样子一个概念是我们在经过很多人讨论之后 大概觉得大家都可以比较接受一个折中的方案 就它不是对人的 它是对内容的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具体在立法院已经出委员会了 应该下个会期可以三读的一个解决方法 What more can we do about the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discussions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就是internet society 相关的各个不同的地区的工作坊也好 线上的讨论区也好 或所有就是只要你看到跟internet society有关系的 大概就是多关注基本上就不会有错 因为internet society是真的就是安娜奇的一个体现了 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有stake 你就可以说我觉得我有stake 你就可以参与讨论 那也不是靠属人头来表决 就是靠大家去凝聚出一个粗略的共识 那我自己从十四五岁就参与这种比较共识觉的直接民主 所以等到我有投票权就是二十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代议民主就感觉上比较弱 那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习惯这种直接民主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多参与internet society的活动 区块链要作为身份验证来使用 当然目前有很多解决方案 那只要它需要的流量不要很高的话 目前看起来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如果你需要的那个流通的速度比较高的话 目前还需要一些演算法上面的突破 那但是也许在未来两三年我们就会看到这方面的突破 那这个是比较简短的回答 台湾立法院的请愿的界面 目前就是我们在join平台 虽然说但是行政院的平台 但其实监察院也在用 然后立法委员助理大概都会看 所以你到join平台提案 有事没事就会被立法委员当作咨询的材料 我们目前就是在一个情况 稳定菜价的刚刚有讲过了 关于农粮数的资料 open government的负面影响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最后提出第四个价值 就是所谓的inclusion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如果不keep this in mind的话 那我们很容易做成变成是特别擅长使用文字 跟特别擅长使用资料的朋友 忽然间对政策有更多的决策权 但是无形中就提升了 提高了这个参与的障碍 然后反而让更多本来可以参与的朋友不能参与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这个inclusion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他本来要开面对面的公听会 那我们不是说我们用线上取代他 我们是用线上来让他保存的更久 那或用直播来让参与更容易 我们如果是地区性的联署议题 我们会去那个地区 不管是恒春还是澎湖去那边办 整个目的就是要不要牺牲掉inclusion 就是要保持韩荣的价值 那最后就是我必须澄清 就是我的户籍在新北市 然后我并不关心台北市长的选举 然后对选举就是参选也完全没有意愿 所以这方面我没有研究 好 那所以今天就先这样子 那据说是有一个合照的桥段是不是 有一个合照的桥段是不是 是有一个合照的桥段